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大家鼠年行大运 最特别的是我们现在的腊肉 就是一只猪叉只能挑出13斤嘛 腊肉的油脂香飘出来了 天然可以让它肉熟成 腊香味会特别好 腊肉里面是带的那个酒香味就会飘出来 那这边我们有意大利的炎烟火腿 哇 太不得了 它那个香味甜味就在里面的汤汁 而且这样每一口吃起来味道都会滚 我努力全开 赞姆斯的厨房由抖音APP冠名播出 新年到了 新年是迎接薯年了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轻松的年菜 但是在这之前是不是该说个吉祥话 是 跟鼠有关的呢 愿大家新的一年信有所属 然后个个都鼠一鼠啊 鼠你最好 鼠一鼠会鼠你最好 那我在这边就 就大家比较土一点 然后大家数钱数到手抽筋 好 就是大家赚大钱 就是招财尽宝 招财尽宝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叫做腊肉炖马铃薯 那因为简单 过年的时候不要太复杂 因为你有太多事情要做 要忙着走亲戚 要跟亲朋友唠嗑 哪有时间可以 可是每年都走亲戚吗 每年都要走亲戚 走去哪里了 去从黄石到大爷 为什么要这样走呢 因为我外公外婆家在大爷 初二的时候回娘家 妈妈回娘家 对 但我们大年初一也要回去 那你爸爸这边你家不用回 爸爸这边 因为爷爷奶奶不在了 所以就去大伯家 对 然后去完大伯家 然后在全家一起到外公外婆家去 赶着吃年饭 很忙呀你们过年的时候 超忙的 我每次过年大年初一 就是最忙的那一天 因为早上很早就被叫起来 但是可是前一天晚上 我们都会看春晚 看春晚就会弄到一点钟左右 对 春晚 春晚也算是一个象征性 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 然后大过年的最明显就是什么 就是不能生气 为什么不能生气 因为生气到新的一年 也多次在起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是每次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煮菜比较急啊 备料比较急的时候啊 我爸爸或妈妈稍微 你知道 就稍微火气大一点 妈妈就过年不要生气 过年不要生气 心平气负 和气身材 可是急急忙忙不也很好吗 急急忙忙吉祥如鱼 对了对了 可是就是我最近的就是不能生气 嗯 所以我过年常常会做一些 你知道被应该被骂的事情 都没有被骂 我就觉得过年真好 可是过年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做 什么事 剪头发 过年前可以剪 过年就不要剪了 对 而且大年初一 嗯 每个地方洗俗不同 大人是不能洗澡 啊为什么 会把你的柴气洗掉 真的 对 怪不得我现在一瓶如洗 哈哈哈 然后就是大年初也不能扫地 会会把好意扫走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扫地也有分分这个呃 方向 往往往哪边扫呢 由外往里扫 就是把钱都扫进来 对对对 把钱都扫进来 瑞 祥瑞之气全部扫到我家来 这么多讲究 很多哦 过年很多讲究很多习俗 那你们会放炮子吗 放鞭炮 放鞭炮 现在也不太放 因为现在放鞭炮会会 会对会影响大家的睡眠 但是小时候有放 小时候放鞭炮精彩了 有一个叫水鸳鸯 水鸳鸯 水鸳鸯 那是怎么放 它的头呢 细细的 它要这么长 它的头呢 像火柴的头 它一化呢 开始冒烟 冒烟之后开始 但你要算准哦 如果没记住 大概是20秒左右 所以你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有时候等了 你丢去的时候 对方是有时间跑过来 把你丢回来了 哦 对 所以你要算准 那个秒数之后 然后往那边丢 就有点像手的蛋似的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我们还有小时候 那个 我 你知道我的年纪 那时候在台北的近郊 他也看到牛 你说水牛 呃 有水牛 有黄牛 哈哈 这有牛屎 啊 那个水鸢鸯 就是它的好伴侣 哈哈 为什么 插上皮毛跑 哇 那个牛屎可以抱啊 满天高哎 这是那个时候的乐器 那个时候的乐器 然后还有两种炮 是比较有趣 一种叫摔炮 哦 我知道 就一摔 然后就啪 对对对 摔炮是吓人家用的 对 为什么你知道要放鞭炮 把那个有一个神奇的一个怪物给吓走 神奇的怪物 叫年吧 对 把他吓走 对 恐吓 年怕鞭炮 所以过年就要放鞭炮 这是一个以前搭的传统 所以今天比较特殊是我们今天做这道菜 为什么会做这道菜 我会觉得因为这个颜色是过年适合的 对 因为过年有黄的啊 有橘红啊 就代表很细细啊 红红火火 然后就遍地黄金 嗯 那但最特别的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马铃薯跟红红薄 是我们今天的腊肉 你说这个 是我们厨房自己的 我们商城的腊肉 这也是我们找了很久 南谷腊肉 对 那一般我们所吃到一些腊肉啊 它比较大块 然后比较干比较黑 比较细长 有的是熏的 那你可以看它油花分布很均匀 对 它肥瘦比较刚好 刚好 对 有的腊肉可能用五花肉 会比较肥 南谷比较多 然后带骨 它等于是那个排骨的 五块肉把它剔下来 虽然偶尔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些是有软骨 像这个就有软骨 真的哦 对对 带骨的好处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带骨啊 我如果是我的话 骨头下去一起熬汤 骨头还有香气 哇 这个南谷 上面这个肉 一个猪 现在只有12%到13%的肉 就是一斤猪 它就只能挑出13斤嘛 对 只有13斤 对 还挺精细的 嗯 那我会先把它用洋葱 先把它炒香 我放了一点点油 放不多 因为我还是要很多 南谷腊肉 南谷腊肉里有油脂 对 好 把它放进来在炒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腊肉味道就会有 你在煸炒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闻到那个腊 腊肉的油脂这样飘出来了 你现在一闻 味道就很好吃 嗯 腊肉也算是过年年菜里面很常 拿来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最好是季节嘛 然后在就是早期的农业时代 可能会觉得吃肉会比较奢侈 但过年总是要有一些喜气的部位 就会把 那个时候就会把肉 就是平时可能你在以前 舍不得吃的东西就拿出来 都在 都在那个时候 对 把好宝贝都拿出来 不要小看这几块腊肉 因为我们现在把它炒到 就是马铃薯啊 红萝卜啊 都把它炒香 那炒香了之后 待会儿我们会放水下去煨 把它煨软了之后 那个腊肉的味道一出来 我讲这整锅就是好吃方便 好 好 蜡肉因为浓缩的时候 再加上它有一点天然的 让它的肉熟成 所以它的那个梅香味会特别好 那这个也是蜡肉最迷人的地方 那有趣的地方是 蜡肉不是由台湾有 或是大陆 全世界都有 包括意大利啊 不是说东方世界的 可能肉真的太香了 所以大家都想囤绿吃 没有 是因为以前的梅香 对 所以但大家发现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煮 所以大家就开始煮 香欸 那种蜡肉沉腐的香味 对啊 好 我们稍微煮一下 那这边我们有 意大利的炎烟火腿 你就可以感受到 不同地方的蜡肉的感觉 这样又会堆一层香气上 对 甘奶油 好 这边呢 你就可以 把鲜奶油放进来 鲜奶油要玩意儿放 对 不然它容易 呃 乳水分离 对 你长奶油为什么要最后再放呢 增加脆度 香啊 你看这个 嗯 我一下 嗯 是烧烤的香味 然后这边把它丢过来 这边朗一下 这有香气 黑胡椒 盐 黏菜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对我来说啦 就是分量要足啊 对因为这个可以一直不断的往下炖 会越炖越香越好 这阵可以从初一吃到十五的看 初一到十五不行啊 大概初一 吃到初三是可以 这个你只要我跟你讲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你放点白饭下去 很下饭 好 好 我们的腊肉炖马铃竹 过来 来 试试看这个腊肉炖马铃竹 煎了啊 嗯 它有那种奶香味 有腊肉的土香 还有那个上面烙 干煎过的那个 盐盐火腿的那个烙的香味 这个我跟你讲 它就是等于一个 类似像没有咖喱的咖喱饭的感觉 好不好 那是腊肉吗 香哦 我发现这道菜好像师傅做了三种不同的咸度 也不错 那个胡萝卜和马铃薯是比较偏清淡甜的 然后再上一层呢就是那个 鲜苦腊肉 对 因为它比较腐香一点 最后是那个泵出来的 煎烤过的 炎炎火腿的香气 腊肉熬了之后它的咸度 但我们本来选的腊肉就不是那么咸 有点很甜 所以你可以明显吃到里面的酱汁里面带点甜味 而且越咬 它那个腊肉里面自己自带那个酒香味 就会被你咬出来 好吃哦 好吃 所以你如果喜欢吃腊肉的人 你可能会有时候觉得说 你的做法应该就差不多 但你可以试着用腊肉的鲜味 比如像你旁边 比如像马铃薯啦 甚至地瓜啦 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然后藉由腊肉的味道 让所有的食材吸收 然后让你嘴巴里面吃 你就会觉得那是烙 但不咸 但那个香味甜味 就在里面的汤汁里面是很舒服的 而且这样每一口吃起来 味道都会不太一样 喝 独立全开哦 好吃 过年了 这样的年菜 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 可能从厨系 你可以吃到厨艺处 那只要肚子饿了 小孩子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去添个白饭 混弄个面 拌进去就很好吃 好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好 在这边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还是一样 創意的年菜 冰冰冰 好 那我们要做的是 八肢鸡肉肉堡 那藉由这个炒的过程 煎的过程当中 你的花菇味 也会因为煎的就变得好吃 有没有 这样这样 要浇到这个 这个就很好 很难 肉 家伙子 我又说味道 我就是爱你 主意人生 对 我喜欢这个青椒味 滑辣椒 红的绿 对 漂亮 這樣 但香氣是絕對 現在已經聞到那個香味 來試試看 數一數二零數年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還是要創意的 這個年菜啊輕鬆做 好 那我們要做的是花豬雞肉 土豆堡 聽起來這名字不是挺創意的啊 嗯 那做法上 那你取一個囉 我不知道你會做什麼呀 花花雞跟土豆一起出去玩 哎可以这个有趣 我就知道你是用幼稚的 你就觉得有趣 想知道是什么样幼稚的人 做出这么可爱的菜 其实就是花菇啦 因为呃年菜的时候 也说你还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 呃让你觉得说 跟一般吃的时候 那天稍微享受一点 有一种节庆感 对 庆典感 那天我们可以放肆吃 那天我们可以放肆玩 是那种释放的感觉 对吗 一整年的压力终于可以现了 然后稍微吃的稍微丰盛一点 对 然后食材稍微挑好一点 对不对 马铃薯 哦稍微把它炸一下 从低污染的开始切 像这些就比较不容易污染的 切菜板不会污染 为什么这个姜感觉沙沙的 因为逆纹切 啊 逆纹切 姜还有顺逆纹 当然有啊 姜有顺逆纹 所以这就是逆纹 对 逆纹就看得见里面的那个洞洞是吗 是这个这个渣渣的这个 你看 这个渣渣的就会 切出筋 那你为什么要逆纹切呢 要容易出味 哦 把它的那个纤维切断 要容易出味 味道比较容易出来 好香啊 花菇啊 嗯 你这只花菇碰 这一次的这道年菜 其实非常的轻松 而且进来 真的 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 这个定制商品 你是说它 对 我们的青椒鸡丁 对 所以它的香气就会 因为它来比较容易释放出来 这样 然后鸡肉 一般来说 过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平常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 如果你平常太紧张的话 那天就会很放松 那如果平常很放松的话 那天就会很放松 就是你会 你会不太一样 就那个整个 那个情绪 它会有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这其实不是只有过年吗 休假都会这样 那只是因为中国人嘛 过年就算一个大点 对啊 而且从 从过年开始 你就要开始订回老家的票 要抢票 要抢票 对 没有抢票你回不了家 你在贵州 你会想回家吗 我在贵州 会想家吗 因为我没有机会在贵州过年啊 对啊 如果我今天在 应该说我没有一直在贵州工作 如果说我长期待在贵州 那肯定我过年会想回家 对啊 如果过年不回家 有一种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的样子 我记得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 因为温哥华那个地方 它毕竟是属于老外的地方 所以它没有那种过节的 过春节的感觉 当然你如果说去Chinatown 它是有那个机会的 但你不会常去Chinatown 那所以过年的时候还记得那时候 我第一次在异乡过年 呃可以这么说 然后我找了我几个同学 来我们家 那过年的一些习俗 我们没有免职 照着台湾过年的方式 对 然后大家就过了那个年 那个年蛮特别的 对 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它煸的香气出来 另外就是把它 把它煸到它的香气都有的时候 最后再把我这个 定制商品放进去 青椒鸡丁放进去 对 它就很简单了 对吧 鸡肉放进去 这是你逆文切的功效 对 这是你逆文切的功效 那藉由这个炒的过程 煎的过程当中 你的花菇呢 也会因为煎的就变得好吃 有没有 像这样焦焦的这个 这个就很棒 对 这个 好来个酒 哟 香 很香繞繞 香菇水 从什么时候开始师傅家过年 由师傅长足了 大概十二三年 那就是 三十多岁 三十 快四十的时候 四十岁开始 对 那个时候开始 嗯觉得好像可以动手来做菜 那自己第一次就自高分手说 哎那今年的过年我来做菜好 那像往常是爸爸 以前是妈妈爸爸一起说 家里在请客的时候 大菜的时候 爸爸会出来 平常吃饭的时候 平时不怎么出山 平时什么出山 就出山入山嘛 出手 那什么时候打算 传给下一代 这个传承的回望 你说我女儿主啊 嗯 等到老板 因为我 我曾经讲过 我跟他之间的互动 比较 呃 少 在 他求学的时候 我刚开始到 幼稚园 大班 啊不对 应该是小一之前 他住在店的楼上 所以我常会跟他说故事很多 后来因为 方便他上课 不要太早起床 我们家就搬到 学上附近 那因为我离我的店 比较远 所以我跟他接触比较少 只有寒暑假 那相对你遇到他第一件事情 你就想弥补这件事情 嗯 当你想弥补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嗯 那是不是 只要碰到 或是跟他有机会相处 你就想要煮一些好吃的给他 好比他这一阵子回来 他回来 早上我一看到他 你要吃什么 我已经要出门了 我要工作了 他说我饿 我想吃面 我说你要吃面啊 我说你要吃什么面 我煮泡面 泡面面给你好不好 他说不要 我要吃沾面 就我之前我的面 你的面 我煮的多快 因为我很怕我迟到 因为我上面要迟到 但我还是把它煮完 给了他我再出门 你常年在外面 劳累奔波 其实自己也很累 可是你还是会想着说 那我回家了 我还是得扛起一个家长的责任 去照顾家人 有些你在煮东西的时候 你看哦 我来贵州我是不是一直煮 我外景一直煮 我做什么一直煮 我每次煮 然后他过年我一直煮 我家一直煮 我有时候会告诉你 我你有那么爱煮吗 对我就是爱煮 哦 煮一人生 对 香呢 咱们还在收汁了 都忘了还有他 黄金属 对 这个把它放进 因为刚刚太早进来的话 他会太容易烂 对 这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因为我喜欢 它里面有青椒也有肉 也有鸡肉丁 对我喜欢这个青椒味 嗯 每次青椒味是 是在每次在吃饭的时候 我很喜欢 有焦香味 它会让食材变得醒目几 嗯 而且说真的过年过节的 你有的时候 如果厌客青红好友 可以在家里要长厨的话 你每个几瓶瓶瓶瓶酱 你还真做不了那么多餐 麻烦 对不对 要比较快 真的 好差不多你可以看水分少的时候 把辣椒跟 那绿啊 对比较漂亮 嗯 有点像黄焖鸡 对 但香气是截然不一样 你现在已经有闻到那个香味了 盐 然后这个时候会用白胡椒 因为它中式所以用白胡椒 对 那现在就是确认鸡到底有没有熟 插进去看有没有血水喷出来 如果有就表示还要再来一会 对 我们这样的菜其实都不需要勾芡了 因为那个满铃薯自己会出一点 聪明 对不对 好把它放过来 葱 嗯 好香啊 酒 好香喔 好这样 就完成了 好味道如何咧 我们上桌试试啊 来 好香 好香喔 嗯 嗯 来盘鸡肉 肥薯 这个菜不给点饭 真是天理难容 滑骨 那你知道那个青椒鸡丁的厉害 嗯 闻着就勾鼻子 嗯 青椒很棒吧 嗯 很甜欸那个鸡肉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青椒鸡丁是 你闻起来那个呛香味是很足 可是你吃起来它没有那么的辣 它没有那么辣 对 因为它是藉由辣椒跟青椒的中间 那青椒本身呢 你有如果有试过你用青椒下去烤 烤了之后会多一个焦香味 它就是因为有这样烤过的时候 再下去做成这个酱 所以它的香气就很足 怎么了 花菇好吃 很过瘾吧 但是它跟以前吃那个什么三杯筋的味道 又是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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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能你不是一个调味高手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酱 而且这个酱呢没什么添加物 所以你把它放进去吃你是安心的 只要把东西炒熟了 把这个酱放进去 稍微拌一下 今年你们家的年菜 你就很趁头 你就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对 所以成为数一数二的高手 然后 还是一样 过年了 不要那么辛苦 买一些食材回来 稍微炒一下 酱淋上去拌一拌 一个好年 清清松就过了 然后还是那句话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